也是跟寺庙活动相关 新竹慈禾宫举办第二届的宝贵大赛 吸引了好多人来参加 一共送出了有三辆轿车 另外在高雄的玉皇宫初九天宫生 也就是今天大年初九的时候 庙里头当然挤满了香客 但是庙外也挤满了人 可能呢因为今年不景气 民众说乞讨的人数好像比忘年多了 有了有了有了 哪一个哪一个 指掌的民众相当紧张 不过一旁加油打气的亲友 则是兴奋异常 因为只要能够值出最多的醒杯 就可以把轿车开回家 香蕉雨有民众砸了十万元 黄小姐只花一千块香油钱 就把汽车开回家 当然是笑得合不拥嘴 而且今年的竞争人数 还真不是普通的多 今年比去年多 三千五百多快三千六 这奖金比从前多 办活动加上节庆 全台各地的寺庙香火鼎盛 香客不断 结果也出现了不少的民众 在寺外乞讨 伸长的手就为了几十块的零钱 大环境不景气 想要乞讨大家都提早来站位 甚至还有母亲带着小孩一起来 因为人数实在太多 钱越讨越少 但是为了生活 也只能拿多少算多少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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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